天气真的好热 风晚水上活动降降温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全台近一周温度依然高温炎热 气象署27号针对几乎全台县市都发布了高温资讯 屏东亮起红色灯号表示会连续三天出现38度高温 台南高雄也有38度高温出现的机会 其他地区高温也有36度 那未来一周基本上就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夜晚的低温基本上都在26度以上 那甚至白天的高温都会来到33甚至34度以上 气候变迁也有学者市井 都市热岛哨应以台北市来说 内湖新义和摄林因为靠山 热气汇集到旁边的山上 在沿着河谷蓄热到临近的桃源中壢 以及基隆市区 等于热岛哨应的范围会再扩大 比较低洼的盆地或者是河谷 它都比较容易蓄积高温 所以我们会看到像台北盆地的中央 也就是像万华中正 以及有一些河谷 比如说大旱西或基隆河 所以我们现在所历经的夏天 有可能是我们余生所面对是最凉的 林子平也表示 日本东京首都圈就是出现了高温相连 热岛哨应的范围 甚至有60公里 等于台北到新竹的距离 最高温大概没有很剧烈的改变 但是高温的区域正在扩大 未来增温幅度潜力最大的 其实不是万华中正 而是在桃源的河谷的区域 他建议在建筑上可以顺应风向建设 让建筑物不要挡住风 以新加坡的例子来说 可以积极植树 吸收热气 尽量降低热岛哨应 持续加剧的冲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